調高10米空間 上百個高聳貨架 德國豪車品牌 2020年在疫情下 赤字7億多元 在張濱工業區 打造全新物流中心 聽過缺工缺料問題 如今正式啟用 全新的物流中心引進德國原裝的 高空減料機取代傳統的堆高機 讓人可以跟著機器一起到上面取貨 不但可以最高達到6米 更可以增加出貨速度達25% 中心一切比照德國原廠規格 佔地4,235坪 可容納超過3萬種大大小小的零件 數量更超過20萬個 為了提升效率 導入智慧化管理 行動移動工作站 每個產品都有自己的編號 貼上標籤 配合貨架條碼 靠PDA一鍵找出 升級以往人工手寫的庫存 機車零件當然也包含最先進的電動車 而這一塊就是旗下EQE的電池 從德國原裝用木箱運來台灣 連電動車核心電池在這邊都能看到 各項零件存儲滿足台灣25萬輛豪車需求 看到台灣市場潛力 德系超跑品牌 原廠同樣擴大投資 豪砸3000萬台幣收度在台灣 打造人才卓越中心 而台灣國產龍頭豐田北貝中心 落成啟用 總面積超過1000坪 縮短客戶50%的等待時間 目標成為國內車廠物流業表桿 投資的金額越來越高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一定是車廠越來越重視台灣市場 台灣進口豪車去年即使在晶片黃干擾下 還是賣出94149輛新車 市場還在成長 各大品牌加大投資 從展間再到物流中心 提供最好的服務才能吸引車主目光 三軒中原位方向彰化報導